夏茜是上海市茶叶学会 大多地区代表处的首席代表 上海第一批高级茶艺师 高级茶艺审评师 担任历届上海市高级茶艺师的 培训和考评 也参与编撰过茶艺师系列教材 我说是喜欢是从小就喜欢 可是真正就是下定决心去学 大概还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在多伦多 茶道不算是新鲜事物 但是夏茜的茶道工底 金 砖 美 茶艺展示更如行云流水 茶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 它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 包括中国的哲学思想 因为我们接下来 如果要谈到茶道 以茶修道 以茶入道的话 它体现的就是中国的 一个哲学方面的思想 那正是因为有这些文化上的东西 才让茶从一个纯粹的饮料 升华到一个可以让你承载 精神世界上面一个物体 谢谢观看